有18個國家的外長 正在委內瑞拉使館 舉行一場外長級別的會議 這個會議有 中國 俄羅斯 伊朗 敘利亞 朝鮮 白俄羅斯 委內瑞拉 波利尼亞 柬埔寨 古巴 魯窩 埃及特利亞 尼加拉瓜 阿爾及利亞 安哥拉 巴勒斯坦 盛民辛特 和格林 納丁斯18個國家 外長聯合召開 會議宣佈以捍衛 聯合國 獻章 之有 聯盟的議程召開 聯盟的成立 重要的目的就是反對 個別國家在國際關係之上 動作用武力 實施 單邊 制裁 大家看到 這18個國家 其中有些 都是 最少有兩個 都是聯合國的 安理會的常任理事 中國和俄羅斯 其他一些 包括 一些 歐洲的國家 白俄羅斯 等等 亦都有一些 就是 在 亞洲這邊 柬埔寨之類 有巴西 南美 自然 就沒有了 西方國家 沒有的 西方國聯盟 G7 那七國 集團 他們就是 說用 國際關係 但是 我們知道 中國的倡議 就是以 聯合國的 憲章 作為國際規矩 這個聯合國 也是向歐洲國家發起的 但到現在 他們發覺 聯合國的憲章 對他們 到處 搶掠 變成 左手左腳之後 於是就說要搞自己的所謂國際秩序 那麼 其實 一個正確的國際秩序 就應該是根據聯合國 我想 這十八個國家 可以將這個推動得 大一點 現在十八個開始 希望就慢慢慢慢 更加多國家參加這個聯盟 大家維繫 聯合國 與和平 發展作為主要目標的 國際秩序 這個是最重要 我們絕對不希望 再見到有戰爭 或者單邊的 制裁